假期去国外玩 随手拍照 发了个朋友圈 绿茶女在下面评论 你这背景也太假了 隔天这张照片 就出现她的擦边号上 底下一群人在跪舔 怎么样才能跟富豪姐姐做朋友 我截图去质问她 冯笑笑死不回改的对我 你反正也是屁的 给我用用怎么了 我气笑了 行 版权费十万 穷疯了吧你 我搜刮了在肚子里藏了 二十年的酸臭脏话 一顿输出 我竟然被这个bitch拉黑了 第二天开学 我直接从国外坐私人飞机飞回来 一推开宿舍门 刚才还唧唧喳喳的声音 瞬间停了下来 冯笑笑瞥了我一眼 翻身上床 我跟另外两个室友 关系还不错 随口问了一句 在聊什么 挽着两个麻花辫 戴着黑矿眼镜的文静 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个 小军要去跟他的男神表白 我们正在商量 穿什么衣服好 说完他拱了下小军的胳膊 小军别扭地点了点头 我最近新买的这件 还没有穿过 很衬你的肤色 要不要试试 我将手里面的袋子递过去 其实就是 专门给小军挑的礼物 找个借口送出去而已 还有文静的礼物没拿出来 都是我精挑戏选过的 冯笑笑原本在玩手机 看了一眼后 阴阳怪气地嘲讽 哟 小奶奶啊 又是假货吧 你再瞎巴巴 信不信我把你的嘴缝上 我挥了下拳头 正懒得搭理他呢 非得搁着找存在感 小军却一巴掌 将我手中的袋子打落在地 眼神满是厌恶 温慈 你没必要装了 我们都知道 你不是什么富家女了 你那些名牌是假的 朋友圈的照片也都是屁的 你能不能别这么爱慕虚荣了 我瞇了瞇一眼 心里窝了一把火 冯笑笑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呗 一向温柔的文静也急了 你昨天还在国外 今天怎么可能回得来 一看就是假的呀 真行 我对他们无话可说 直接摔门离开 我把这件事跟我爸说了 我爸说送他们一人一架飞机 让他们见识一下富家女的本事 有钱没处花呀 我翻了个白眼 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能搞一下冯笑笑 叫她总是阴阳怪气 我抱着老爸的胳膊 开始撒娇 爸爸 你去给我找几个男菩萨过来呗 我爸愣了几秒钟 一把鼻涕一把泪 闺女你可别想不开出家呀 要不然 我这几千亿的资产给谁呀 爸 我无奈地跟他解释 男菩萨是那种 在网上秀身材的美男 我爸不哭了 撸起袖子秀肌肉 乖女儿 看我怎么样 您自己说呢 我对了他一句 他又开始装委屈了 得 老爸是指望不上了 年纪大了 还得哄着 要不然他一梗 我就只剩下钱了 这边男菩萨还没找来 我就被男菩萨告上了表白墙 起初我还在心无旁骛地听课 后来教室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大 隐隐约约地 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翻了翻表白墙 弄清楚了事情的始末 一个小有名气的男菩萨 举报我跟他网恋 说我骗走了他 要给奶奶治病的十万块钱 有图有真相 校长黑着脸 亲自过来把我叫走了 我走的时候 还听到他们在议论 这下温辞肯定要被学校开除了 真恶心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校长办公室里 我坐上他的位置 喊了声 舅舅 舅舅吹鼻子瞪眼地站我旁边 是不是你爸又磕口你的零花钱了 我毫不怀疑 只要我点头 舅舅肯定要把我爸拎过来揍一顿 不是 舅舅 我连忙摇头 心不在焉地趴在桌子上 这件事舅舅 你别告诉我爸 我自己能解决 舅舅递给我一张卡 不能解决的就拿钱解决 感谢我就不分清红皂白的袒护 粘不拉几的情绪好了大半 我伸出小短胳膊去够 哪知道我就刻意地逗我完 总是往后缩 我瞪了他一眼 恶虎扑石 屁股往前一挪 卡倒是拿到了 我也重心不稳动的一声 跪倒了地上 恰好此时 有学生敲了敲门进来 尽管我及时地站了起来 但还是没能错过 那人脸上的惊恶神色 第二天有人传 我为了不被开除 给校长跪下磕头 表白墙的帖子越盖越高 都等着我回应 而身为当事人的我 沦陷在了南菩萨的主业 舍不得离开 这人光发些健身过后 香焊淋漓的腹肌照 难得在哪里 微信在哪里 而且他还光回复些开车的评论 根本不管我的正经事 我来了脾气 别看了有暴力倾向 昨晚坐歪了被骂了 不到一分钟余 就上钩了 我趁热打铁地约他见面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问他住哪 他说 你对面的23号楼 离谱 被校友搞了 别下午了 食堂见一面吧 我换了衣服 准备出门 迎面撞上勾肩搭背 说说笑笑的三个好室友 我准备绕过去 小军却拦住了我讥讽到 某些人还说是富二代 结果连顿饭都没请过 拿向笑笑 平时低调 一出手 就请我们吃了一次 一万的碧春阁 碧春阁 那不是我家开的吗 走基层路线的 吃一顿顶添了一千 真要是一万块钱 那我得找经理对对账去 我严肃了许多 账单给我看看 冯笑笑肉眼可见的慌乱了一下 但很快地就冷静了下来 什么意思啊你 没见过一万块钱吗 你不是刚骗了十万吗 转移话题 看他这样 我哪还不明白 又是打肿脸充胖子 我慢悠悠地说道 我听说碧春阁有隐藏菜单 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享受 既然你这么有钱 不介意 我晚上蹭一顿你的隐藏菜单吧 文静有些为难 可是我们中午刚吃过 那个也挺贵的 冯笑笑显然对碧春阁的菜单价格有数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都是小钱 很好 我久违地露出一个笑容 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出了宿舍 给自己戴上了口罩 帽子 咱现在也算是半个红人了 黑红也是红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 同样鬼鬼祟祟的男人 我俩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坐到了餐厅最角落的桌子旁 我先发智人 你就是想做我狗的那个 南菩萨也不甘示弱 你就是骗我钱的那个 不是 我俩一口同声 我也没废话 从包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直接亮出了此行的墓地 这里有十万块钱 先给你奶奶治病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事成之后再给你二十万 我奶奶没病 南菩萨也不客气 这里有二十万 你帮我个忙 事成之后给你三十万 六十万 你先帮我 七十万 一百万 这是底线了 再不同意我不玩了 好在南菩萨终于妥协了 什么忙 我严谨一该 大概就是演场戏 扮演我男朋友 南菩萨想了想表示赞同 我也是这个意思 那不是巧了吗 不对呀 我好像写亏了 晚上我提前去了碧春阁 跟经理打声招呼 随后便无聊地坐在椅子上 翻起了菜单 这可是我专门让人从顶级餐厅送过来的 摆盘一个笔一个精致 看得我哈喇子直流 关键是 上面没标价格 冯孝孝踩着高跟鞋 姗姗来迟 一进来就开始嘲讽我 真没见过世面 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趴地扣上菜单 一会儿有你哭的 冯孝孝摘下了墨镜 披了一眼旁边的男人 以止气使 你就是经理 我要尝一尝 你们这儿的隐藏菜单 经理看了眼我 看我干嘛 上啊 原来是本店的至尊 VIP客户 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像您这般尊贵的身份 就应该在我们这里最奢华的房间 享受顶级的服务 经理一时间戏精上身 点头哈腰 将产妹冯莹 运用到了极致 哄得冯孝孝 飘得不会走路了 小军羡慕的眼睛都亮了 哇 孝孝 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 那是 冯孝孝挺直的腰杆 今晚你们随便吃 我买单 温慈 她忽然转头看我 笑得花枝乱颤 我建议你多跟我学学 省得你以后装富家女 总是露馅 趁着现在多笑会儿吧 我口不对心的负贺 是是是 您这大小节身份 得配隐藏菜单 服务员贴心地递过来 这就是本店的隐藏菜单 文静有些不安 笑笑 还是跟中午一样 你点吧 冯孝孝一把夺了过来 双手哗啦啦地翻动着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冯孝孝为了你我可是把大厨都请过来了 别让我失望啊 结果她点了四五个就不肯动了 我壮丝无意地说道 怎么这也得食来个菜才行啊 冯孝孝一咬牙 又添了七八个 我似乎听见 钞票刷刷的声音 不错不错 刚包养男人花出去的money 赚回来一点 话说我爸三顾茅庐请来的大厨真不是盖的 光闻味就受不了了 秉着不吃白不吃的想法 我也没客气 反倒是冯孝孝硬是端着大小节的架子 一样就长一点 明明馋得不行不行了 还嘴硬 我好心地给她的台阶下 冯孝孝你真不吃 这还挺好吃的 哪知道人家丝毫不领情 话里话外都是嘲讽 温慈啊 说实话我真是有点同情你 不过这也怪你自己 谁叫你老是妄想 不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 现在好了 名声被毁了 也就我们愿意跟你玩了 我给她发了张好人卡 冯孝孝 你真是个好人 请我们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小军和文静也点头 就是孝孝 跟你做事友太好了 正开心着呢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走了进来 你好 您今晚一共消费99999 请问刷卡还是现金 什么 冯孝孝面色瞬间惨白 手哆哆嗦嗦地去看账单 等到看到账单上的数字时 差点心一梗 翻了白眼 文静嘟闹了一嘴 好贵呀 是挺贵的 我想了想表示赞同 但旋即画风一转 不过这些钱对我们冯大小姐 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吗 冯孝孝僵硬地尬笑 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直在翻着手机 我猜她这是在看卡上的余额 文静扯了扯冯孝孝的袖子 孝孝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可以跟我们说 小军故意地往我这边瞥 笑笑能有什么困难 他昨天还说 要送我一件真的香袋呢 我真想翻她个白眼 当初我送她的那些东西 随便拿出来一件 都能付这账单了 谁让他们自己不识货 丢垃圾桶呢 我没空跟他们耗了 冯孝孝 你不会拿不出来吧 怎么可能 冯孝孝不自觉地拔高了嗓门 咳了一声 笑嘻嘻地拉住了文静和小军的手 我爸给我的零花钱 让我买东西了 这些菜反正都是大家吃的 我们一起均分了吧 静静 小军 你们看怎么样 小军脸色都变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 再说 明明是你答应请我们 我们才来的 怎么能让我们付 他毫不客气地 挥开冯孝孝的手 文静看了小军一眼 那个孝孝啊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 我跟小军就先走了 两人逃一般地离开 服务员也没拦着 冯孝孝气得咬碎一口牙 见这里只剩下我俩 他也不伪装了 拿着包紧随其后 就准备甩锅给我 结果冲进来几个五大三粗的保镖 将他牢牢地按在座椅上 他挣脱不得 只能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我耸了耸肩 看我干嘛 我也没那么多钱 这里最有钱的不就是你 我使了个眼色 服务员上前恭敬地说道 小姐 您可以选择在我们这里 刷一年盘子抵债 同时 我们这里也支持微信 支付宝 冯孝孝气得鼻孔朝天 头发也乱了 凶狠的吼道 松开 当本小姐是温慈这种穷教花子 早这样多好 不过付钱就付钱 干嘛顺势贬低我一顿 服务员收了钱 训练有素地清场离开 我手撑在下巴上 好整以暇地询问 骗得钱都花光地感觉怎么样 他要是就此打住 我没转还能放过他 冯孝孝哼哼了一声 死不悔改 不怎么样 反正还能再赚 赚 我被气笑了 头一次见有人 能把骗钱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还是借着别人的名义骗 你名声反正都臭了 再臭一点怎么了 他甩给我一句话 提着包大摇大摆地离开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回到宿舍之时 隐约地还能听到里面的争吵声 我只是怕我爸爸在忙 没法接电话 想让你们先帮个忙 回头再给你们 结果你们就这样对我 枉费我平日里把你们当姐妹 别想让我给你们买东西了 我推门而入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才不惯着他 直接撕破他伪善的脸 你当时可没说回头要缓 小军见冯笑笑的脸色不太好 插着腰指着我嗓门极大 笑笑说了要还 明明是你拦着 我们不让我们帮忙 这可真是张口就来 我拍掉了他的手 目光冷冷 小军瞪着我 文静从来不说谎 不信问文静 文静犹豫着 手掌把衣服凝成了麻花 看了我一眼 缓慢地点了点头 我吃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谁俩 当初跑得跟后面有狗追一样 懒得再搭理他们 我翻身上了自己的床 对面的冯笑笑 趾高气扬地笑着 我高价买了一个帅哥的号 又从网上顺藤摸瓜地 找到了冯笑笑的信号 里面有几张 我旅游时随手拍的背影图 我用帅哥的号 稍稍地勾引一下 不着痕迹地透露出 自己是个富二代 他就按那不住说喜欢我 要当我的女朋友 可见真是没钱了 这么心急 见我迟迟不理他 他又给我发消息 我有几张被人偷拍的图片 我觉得很好看 给你看看 我皱了皱眉 瞥了他一眼 正好看到他的摄像头 似乎正对准我 心里一惊 我刷得把帘子拉上了 隐约地能听到 冯笑笑不满的嘟囔声 我感觉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但这还没完 我的手机刷刷地 弹出好几张照片 有我吃饭的 上课的 甚至还有刚睡醒刷牙的时候 无一例外 全是测验照 我心惊的同时还有一阵后爬 幸好我换衣服的时候 都是在帘子里 幸好跟他聊天的人是我 跟这么一个变态住在一起 我迟早得疯 我假意地接受了冯笑笑 然后默默地 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 我知道现在发难也没什么用 他完全可以反摇我一口 说我自导 自言诬陷他 随后我联系了南菩萨 让他尽快干活 他也挺麻利 第二天 我俩的事情 就在表白墙上火了 南菩萨自爆马甲说 是金融三班的江云 骗钱是假 暗恋是真 只是为了逼我现身好 借机表白 现在已报得美人归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希望各位 不要对我家 再造谣我家此次 不然我不会手软客气 这句话我没让他说 他自己加戏 但我可不加钱 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 这么扯的事情 有人会信吗 但江云信誓旦旦的 跟我保证 他们会信的 他说他刚来的时候 有几个人见他家有钱 就编一些凄惨的事 来骗他的钱 结果他们拿去胡吃海盒 江云就去表白墙揭穿他们 等到时还了钱 他在发帖说都是假的 这样既要回了钱 也保全了那几个人的脸面 我听完默默地感叹 真是人傻钱多 明明是他们不易在先 要我我才不会管他们的名声 话说江云这个名字 我有点熟悉 圈里面赫赫有名的富二代 没想到是个擦边男 我看向了他的腹肌 他脸刷得红了 捂着自己的肚子 你别看 哟 怎么还羞涩上了 这还只是个开胃前菜 下午我推开了宿舍门 三个人都在 不错 我拍了拍手 开始了表演 身后五六个穿着得体的贵姐 提着大包小袋走了进来 他们把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回身对我恭敬道 温小姐 少爷交代 如果您还需要什么 可以随时吩咐我们 我坐到了椅子上 手掌托起下巴 炫耀起了手上的钻戒 又仰起头摸了摸脖子 露出耀眼的粉钻项链 故作矫情地思索了一阵 暂时没有了 你们先回去吧 这一阵坐坐下来 我自己都要吐了 但看着冯孝孝嘴歪眼斜的极度模样 我就无比舒适 这些明明都是我 我连忙堵住了他的话 刻意地咬着重音 说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话音刚落下我的手机 就响了 我打着嗓子接通 宝贝 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姜云 支支吾吾地说 温慈 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 什么 我做出惊喜的样子 你看马莎来接我了 烛光晚餐 豪华大酒店 温泉浴 我每说一句话 冯孝孝的脸色就黑一层 不等姜云说话 我啪地挂断了 你们也听到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擦肩而过之际 我用只有我们二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谢谢你啊 孝孝 替我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冯孝孝发疯似的吼了一声 抬高了手掌 似乎想要打我 我一把抓住 顺势把他推倒在地 看都不看他一眼 潇洒离去 小军连忙扶他 孝孝别生气 他不就是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而已 哪比得上你 你原本就是凤凰 冯孝孝怒火中烧 啪地扇了小军一巴掌 你懂什么 我大摇大摆地下楼 宿舍门口江云眼巴巴地在那等着我 这要是被我那些室友看见 那不就白忙活了 我趁着没人注意 一脚把他踹进了草堆里 自己也钻了进去 这不太好吧 江云衣领微开 头发上挂着绿叶 眼角泛红 活像刚被人蹂躏了一番 我抓着他的衣领 恶狠狠地质问 不是刚给过你钱 江云瞄了我一眼 小心翼翼又委屈 都在那张卡上给你买东西了 还有我的钱也花了 我松开了江云的衣领 当时花得太开心了 以为是我爸买单了 我正想着怎么找不呢 江云见我面无表情的样子 以为我不高兴了 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保证下次肯定会多准备一些 让你花得开心的 我在脑海里疯狂地尖叫 这孩子也太善良了吧 好想欺负欺负 然而我面上依旧神色淡淡 掏出手机准备给这孩子转点 省得他没钱吃饭了 谁在那里 快点出来 突然宿管大妈一嗓门 吓得我手一抖 多按了好几个铃 我都来不及心疼 赶忙拉着江云的手 疯狂地逃窜 快跑 宿管大妈挥舞着大扫帚 疯狂地追赶 路过的学生 纷纷行注目里 不明所以 我俩七拐八拐地 从一个破洞钻出了学校 我新做的头发全都散了 裙子划了几刀口子 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江云也好不了哪里去 衣服被我拽得露出了半边肩膀 又的人口水直流 我笑得前仰后合 江云也咧着嘴 笑得跟个二傻子一样 我伸手戳了戳 他硬邦邦的胸膛 别说 还真有点东西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女粉丝 我想到这里 忽然觉得有些烦躁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笑得太傻了 走了 江云屁颠颠地跟在我后面 去哪里 我转过头 对他诡谴一笑 开房 你这副是死不屈的表情 是怎么回事 我跟江云去了豪华酒店 开了个套房洗澡 事后我坐在客厅里敷面膜 听见脚步声 我抬头瞥了一眼 至于吗 包得那么严实 江云走过来 将我微微敞开的衣裙盖好 我没理他 继续跟冯笑笑秘理调情 这会儿好艰难 我把手机扔给江云 让他帮我回几句 他盯着手机 红色逐渐地从脖子蔓延到了额头 江云把手机塞给我 你们聊得这么露骨吗 这还叫露骨 我满脸不可思议 手机切到江云号上的评论区 举给他看 他不看 我就念给他听 今天想吃的第二根 话说 我真不想瞄懂啊 这群姐妹太勇了 我光光地拍着沙发 放肆地大笑 江云忽然扑过来 上半身压着我 手捂住我的嘴巴 离得近了 我似乎都能闻到 他身上沐浴的清香 他凶巴巴地吼道 不许再说了 可偏偏他红了脸 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我心脏咚咚直跳 微信忽然叮咚直响 我看了一眼 火都要吓飞了 连忙推开江云 捞过手机塞到他手中 冯笑笑 快接快接 刚一接通 冯笑笑嗲嗲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老公 我看见江云的脸 都冒菜色了 憋住笑作口型 叫宝贝 江云嘟闹了半天 没说出口 哑着嗓子询问 怎么了 老公 最近人家的生日要到了 你给人家转13140 买个包好不好 江云看向我 我比了OK的手势 他硬了下来 我找准时机挂断电话 江云看着我的动作 歪头询问 我眼都不眨 他现在在试探我的底线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老婆本套不着老婆 江云盯着我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隔日我刚回宿舍 冯笑笑就迫不及待地 跑到我面前炫耀 温慈 你男朋友给你买东西又怎么样 他可能根本就不用花钱 根本就不爱你 而我男朋友会直接给我转账 这孩子辞敬的观点 已经深入骨髓了 我做出一副丝毫不在意 只爱钱的模样 没爱又怎么了 有钱就好啊 我真是谢谢你啊 白白地把这个 做富家少奶奶的机会让给我 冯笑笑也不甘示弱地回怼 笑话 我男朋友那可是 全是顶尖的副公子 江云在他面前就只能跪着 看来是我最近几日的洗脑 有了初步成果 我默默地想象了一下 江云跪在我面前的样子 要是不穿衣服的话 那确实是挺爽的 我趴地拍了下桌子 不信 明天叫你男朋友出来 比比谁更有钱 这是什么无聊且幼稚的游戏 我在心里默默地吐槽 本来还怕冯笑笑拒绝 乃知道他上头了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是他脸色墨地一变 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毕竟他是假装的我 一见面不就露馅了 他正要出生 我敢在他反悔之前跑出了门 放心 你男朋友肯定不会出现的 隔天 冯笑笑准备装死 我可不给他这个机会 一下课就拉着江云堵住了他 前几天就给江云 置办了一身拉风的行风 成效甚好 冯笑笑就差把眼珠子抠下来 挂在江云身上了 我挡住江云面前 挑衅冯笑笑 喂 你男朋友呢 冯笑笑脸不红心不跳的扯谎 我男朋友今天要参加十几亿的项目 才没空理会你们这群小孩子 身旁有人听到了开始吹捧 哇 冯笑笑的男朋友好牛啊 我不经意地出生 十几亿啊 这么厉害 不会是什么老头子吧 你胡说八道 冯笑笑刚说完 兜里的手机就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 我就勉为其难地 让你听听我男朋友的声音 一声宝贝从免体里传出来 恶心的我昨夜饭都差点吐出来 我看了一眼江云 这货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油腻大叔 诡异的静默过后 一瞬间宛如滚水入油 炸开了锅 咦 这冯笑笑也太恶心了吧 为了前老男人都吓得去手 这你就不懂了吧 灯一关能看见啥 冯笑笑脸都黑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笑笑你说什么呢 我是周大强啊 这话有点险 我怕冯笑笑会生疑 因为他之前都是以我的名义疗汉 我捏紧了江云的胳膊 江云安慰性地搂住了我的胳膊 不经意地出声 周管家 唉 是少爷啊 一连串的彩虹屁接踵而来 少爷啊 你好久没回来了 老爷和夫人都挺想你的 不过他们也知道 您年轻有为 日理万机 玉树临风 仪表堂堂 全世界的男人都比不上您 谁要是做您夫人 那才是好福气呢 电话被冯笑笑掐断了 我嫌弃地看了江云一眼 这戏也太过了吧 自恋狂 江云耳朵都羞红了 戏还得演下去 我一瞬间绿茶女上身 什么嘛 你男朋友竟然是云云家的管家 那以后你是不是得叫我少奶奶啊 冯笑笑看起来都要气炸了 文静和小军在冯笑笑后面 大气不敢喘 不得不说 这种仗势欺人的感觉真不错 话说 这也不算欺负吧 眼看着差不多了 我笑嘻嘻地搂着江云的胳膊 隐隐江云抖了一下 反正不管我说想要什么 他都一一地硬下来 还挺有自觉 一回声 两回熟 我又带了江云去酒店 他去洗澡 我坐在沙发上 霹里啪啦地敲键盘 宝贝 你别怪我骗你 虽然我身体老了 但是我心不老 依然可以疼你爱你 我还有低保 养你没问题的 冯笑笑给我发来一连串的语音 我都没打开 直接回复 你这样就不对了 我知道 你们现在小年轻都喜欢钱 我是老了 拼不动了 其实我还有点小钱 但是要论有钱 谁能比得上我家少爷 可惜我家少爷喜欢的不是你 不然你这辈子都不用奋斗了 我又拍了一段江云的马屁 再发过去 已经被拉黑了 江云从浴室里出来 把手机递给我 他夹我了 我恶狠狠地说道 拒绝 他乖乖地点头 都听你的 乖 我摸狗狗一样 揉了揉他的头 转身去给冯笑笑打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我就开始声泪俱下地表演 冯笑笑 你别告诉江云 你想要多少钱我给你 江云给了我挺多的 我只求你别去找他揭穿 我现在是真的爱他 我怕他知道真相后 就不要我了 冯笑笑 温慈 你也有今天 不让我家江云 明天我就亲自去找他 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得到了他的保证 我就放心多了 随手拍了拍江云的肩膀 我颇为大气地说 好好干 明天给你发工资 江云按住我的手 我不要你的钱 你帮我一个忙就好 他不说我都忘了 之前他还让我假扮他女朋友呢 我点点头 怎么做 江云盯着我的眼睛 等结束以后 跟我去看我奶奶 见家长啊 我有点慌 你奶奶喜欢什么样的 他认真的说道 擦边女 第二天我没课 我兢兢业业地扮演女朋友 陪江云去上工选课 一堆枯燥的金融知识 听不懂 我趴在桌子上 江云在认真的听课 偶尔低下头记笔记 我起了逗弄他的意思 按戳戳地勾他手指 他反手按住我 脸有点红 别闹 下课带你去买包 不闹就不闹 干嘛一直不松手啊 我没证脱开 索性就任他握着 随意地往后瞥了一眼 那坐在角落里 戴着口罩帽子的 不就是冯笑笑吗 他的目光对上我 我假装惊慌地转过头 一下课 我就急匆匆地 拉着江云往外冲 仿佛后面有野狗追一样 我拉着江云进了一家人少的咖啡馆 为了给冯笑笑制造机会 我把江云按在椅子上 自己去点单 冯笑笑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也不装了 推开门就直奔江云而去 他把口罩帽子扯下来 江云 温慈在骗你 当初跟你网恋的根本不是他 而是我 江云皱眉 抱歉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别胡说八道 离我男朋友远点 我故作跌跌撞撞地冲过去 一把推开冯笑笑 拉着江云就要走 冯笑笑拦住我俩 阿云 你看 他心虚了 叫得真亲 我心里翻他个白眼 面上满是无措 江云当我前面 如果你没有证据 请不要诋毁我的女朋友 太上道了 都知道给冯笑笑台阶了 奥斯卡小金人 我让给你了 冯笑笑从兜里翻出手机 递给江云 这是我的账号 这是我们的聊天记录 是我用的温慈的身份 跟你谈恋爱 我点起脚尖 想看他们之前聊过什么 江云按头把我压了下去 他收了手机 声音严肃了很多 所以是你倒用了 此次的照片网恋 用他的身份 到处招摇撞片 冯笑笑一咬牙跺脚 全都招了 是我 阿云 之前我是骗了你钱 但那只是我家里面 出了意外而已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喜欢的不也是我 对吗 他那柔情似水的可怜眼神 看得我都要心疼了 我有点怕江云动摇 毕竟他俩之前 那是真的网恋过 江云 他骗你 他骗来的钱 都用来大吃大喝了 江云回身 摸了摸我的头 安心 抱歉 冯小姐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 你刚才说的话 我已经全部录下来 倒用此次身份进行诈骗 证据确凿 我惊了 这都没我发挥的空间啊 冯笑笑也傻了 你们两个合伙算计我 我耸耸肩 不置可否 他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跟我 跟我网恋的那个 也是我呀 我还想要气气他 外面警笛声忽然传了过来 冯笑笑把腿就跑 被江云一把抓住 胳膊别过身去 疼得呲牙咧嘴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竟然抱紧抓我 我也处于猛圈的状态 江云 是我抱的紧 我一直以为 江云是那种任人拿捏的小白脸 没想到 他也有这么果断的时刻 我问他 你之前不是挺仁慈的吗 被人骗了钱 还顾及别人的面子 江云隔了半场 才认真地回答 因为他欺负的是你 我竟然被江云聊了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俩已经做完笔录出了警局 我问他 你之前那话是什么意思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也没崩出一个字来 不说拉倒 本小姐还不伺候了 我招呼了辆车 准备回家 温慈 江云忽然开口叫住我 我转头看他 你别忘记答应我的事 我的笑容凝固住 转身上车关门车 一气呵成 滚吧 死直男 诈骗十万 证据确凿 再加上偷拍 污蔑 诽谤等罪名 冯孝孝被判了三年 学校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她的那些小号都被扒了出来 先前骂过我的人 都纷纷声讨冯孝孝 为我鸣不平 反转来得太快 论坛上的帖子盖了一层又一层 纷纷猜测我生事有什么背景 有人说我全靠男人 然后我就被扒了 他们说我当初大一开学来的时候 做的是限量版劳斯莱斯 穿的名牌货 全是正品 随随便便 一条项链都上万 我跟着网友吃自己的瓜 然后帖子就被封了 我就干的 他说要跟我算账 我坐办公室里 听着我就唠叨了一上午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尤其是姜云那个臭小子 别看他家有钱 他爸妈可狠了 让那小子自己赚钱养自己 所以啊 他绝对是堪辞 自你有钱才跟你在一起的 我敷衍地硬喝着 我跟姜云又不是真情侣 但我没想到 姜云的钱都是自己赚的 先前他给我买奢侈品的时候 一声不吭 其实应该挺肉疼的吧 我就看我执迷不悟 爱声叹气地放我离开了 出门的时候 我顺嘴一喊 舅舅 我走了 外面人挺多的 无数双眼睛看着我 说实话 有点尬 我逃了 从此 关于我的神秘身份 又添了一层 我答应了 跟姜云去看他奶奶 在衣柜里翻了一上午 终于找出来 件有点擦的衣服 我照了照镜子 还挺好看的 姜云亲自开车来的 他看到我的时候 表情怪怪的 我对了他一句 你这什么表情 你们男生是不是 都不喜欢女朋友 穿有些暴露的衣服 我没注意 自己带入了 女朋友的身份 姜云给我拉车门 又贴心地挡住上眼 让我先上车 是会有点不喜欢 但没关系 你穿你喜欢的 我保护你 我心跳有点快 为了控制住自己 我给姜云赚了钱 我挥了挥手机 之前花了你的钱 买奢侈品 现在还给你了 姜云拒收了 不用 赚钱就是给你花的 他今天是吃错了药了吗 怎么这么会撩 我都快接不住了 一路上 我都没敢跟姜云搭话 姜云把我带去了养老院 我以为会看到一个 卧病在床的老人 结果是我想多了 奶奶精神抖擞地追剧 看见我格外热情 哎哟 这就是此此吧 真漂亮 快过来让奶奶看看 我走过去 奶奶拉着我天南海北的唠嗑 还趁机把姜云支走 偷偷摸摸地跟我说悄悄话 奶奶从手机上 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是我在海边拍的 只有一个背景 但挺有意境的 我就一直留在朋友圈了 之前还被冯笑笑倒过图 之前还以为 小云不喜欢女孩子呢 结果这小子偷摸看你账号 奶奶就搜集了一堆 给他发过去 结果这小子一个都看不上 我看了眼奶奶的手机 果真 收藏家里 清一色的漂亮妹妹 只不过 奶奶应该是误会了 那账号应该是冯笑笑的 所以喜欢看擦边女的 不是奶奶 是姜云 奶奶还在继续说 那天小云拿着你照片 问我怎么追女孩子 我心想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都喜欢看落腹肌的美男 毕竟奶奶也是 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我有点脸红 奶奶您是真敢说 奶奶一脸骄傲 我就让她开个账号 发点有温度的照片 你看 这不把你给吊来了 姜云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了 你别听我奶奶胡说 我跟奶奶打了声招呼 拉着姜云出去算账 我质问她 姜云 你到底喜欢谁呀 为什么总是看冯孝孝的账号 虽然冯孝孝用了我的照片 但我就是很隔影 姜云有点委屈 喜欢你又不敢加你 看不了你朋友圈 只能看到图的解馋 解什么馋 怎么一言不合就开车 我故意板着脸 所以 你是什么喜欢我的 姜云牵着我的手不肯放开 声音有点沙哑了 此次 你可能没注意过 我送过你的外卖 给你拿过快递 打过你的饭 你有时候打扮精致 有时候灰头土脸 你觉得很普通的一次相遇 却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 但你要是非得让我说 那我觉得是 遇见你的第一眼 我跟姜云在一起了 这事说大不大 毕竟我俩先前就是一对 我爸知道了 没说什么 就是每个月都多给我打钱 让我养老公 他完全多虑了 姜云脑子好 学了专业知识 就自己开公司去了 每月还对我转钱 我好奇地问过他 你爸妈为什么让你这么早独立 姜云搂着我 我爸说他的钱要养老婆 我的老婆让我自己养 话是这么说 但到底还是亲儿子 给姜云的公司帮了不少忙 姜云事业起步之后 我就从宿舍搬了出来 去收拾东西的那天 文静和小军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在我要走的时候 小军没忍住 温辞 你不会愧疚吗 笑笑的人生被你毁了 他现在坐了牢 学校也把他开除了 我转身问他 是我让他到我身份去诈骗的吗 他们不说话了 后来 我还去看过冯笑笑 他还是那样 不知悔改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也把他们当朋友的 冯笑笑却一棒子打醒了我 像你这种富家女 送我们名牌包 名牌大衣 对我们来说都是羞辱和怜悯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看见姜云站在远处冲我挥手 我已经有爱人了呀